今天的生命勇士系列报道要带您认识今年25岁的汪嘉玲 他罹患了罕见疾病 在手术治疗时又造成左肺失去功能 胸阔也因此逐渐变形又侧弯 而虽然他的呼吸和消化功能都因此比一般人虚弱 也经常生病 不过他在绘画和书法方面展现了高度的天分 也努力往艺术的领域深造 成为今年周大观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得主之一 一握住色笔嘉玲先弱的手就变得很灵巧 一笔一画描绘出画功精细的作品 就算只是以家中的猫狗为主题 他的作品都能够有一股温暖 当完成一部作品的时候 你会觉得画到什么样的程度要完成了 自己满意了 然后别人看了也会觉得 哇给你一些肯定 我觉得这次又是一种算是满足吧 患有先天性横格裂孔扇气的嘉玲没有喷门 吃下肚的东西很容易就会逆流 再加上左肺没有功能 他的食量和吸入的氧气都不及别人一半 身体虚弱也常需要氧气机 但嘉玲接受这样的自己 既然只能够文静就用艺术创作来丰富自己的生命 而让嘉玲找到这条路的是一直陪伴照顾她的王妈妈 那时候到学校的时候 那学校老师就发现 他的字都写得很好 然后那美术课他的画也画得很好 然后就觉得他们老师就说 就跟我说那个嘉玲有那个绘画的天分 还没上小学嘉玲就展现旺盛的学习欲望 不只爱画画还能够自己写出一首工整的字 所以书法转科后来也都成为她的拿手创作 一本一本科硬谱记录她缓慢且安静的生活 我身体不好的好处应该算好处吧 好处也就是你可以远离这些 当然我们也会有生活压力 可是就是因为你生活压力 你就是你不能说做任何什么改变 浪漫的嘉玲认为 既然身体只允许她慢慢来 那就让一切都放慢 经历过国高中两次休学 现在已经从高雄师范大学毕业的她 和妈妈常常是在创作 以及泡茶的时光里度过 现今流行的慢活 她们充分实践 至于未来有什么目标 嘉玲说希望能够继续在艺术方面深造 并且一直创作 她就已经很满足 记者王界村许正俊高雄报导